有沒有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 聽不太懂什麼 會有誤會啦 比如說台灣同學經常來講說 真的假的 就有的時候他一定會問我說 你是遼寧過來 那這個遼寧會下雪嗎 我說會下雪啊 會這個 這個下得很厚 然後我們還會堆雪人 台灣女同學會說真的假的 我就當時就很不明白 說明明是真的 為什麼會 妳在質疑嗎 還是怎樣 對啊 本來就是真的嘛 為什麼說真的假的 對 他覺得他被質疑 但沒有就是一個 我們就是吵氣 真的假的 對啊 後來我也會講啦 對 這邊有沒有這個 一開始去的時候 用語不一樣 千尼嗎 就我之前記得 我那時候剛開始去 學校報到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那個 就是宿舍的警衛就說 我說我是那個工商管理系 要來交換的 然後他就一直說 你是本科生嗎 然後我說什麼 我就說我是工商管理系的 因為我不知道 他們的本科生的意思就是 我們是大學生 因為我們在台灣的話 我們就說我們是大學生這樣 是喔 本科生是大學生的意思 那本科生就是 在讀研究所之前的那四年 就叫本科生 就叫本科生 五專二 對 然後本科的話 就像我們這邊的大學生 然後念的時間也會不一樣 所以他會有分開說 你是本科生或者專科生 因為很多都是大學生 那你會講文科生跟理科生 會有 就是文社文類專業的 和理工科專業的是不一樣 就會在我們高中的時候 就會分開 所以我們的節目又叫 本科生了沒 本科生 真的耶 那是什麼 是 好 詩詩 之前跟朋友一起去那個賣場買菜 要煮飯吃 然後結果我們就想說 欸 我們要吃花椰菜 但是我們找不到 然後到後來發現 就是在菜花底下是寫 就是 才知道那是花椰菜 就是他們的 他們的花椰菜是我們的菜花 然後我們就 什麼意思 我們拿 你們講白了嗎 我們的花椰菜 我們的花椰菜是他們的菜花 叫菜花 你們叫花椰菜菜花 菜花 那你們叫菜花什麼 看第一 而且就是我們 就是那個綠色的 我們叫西蘭花 可是台灣這邊叫綠花椰菜